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糖砖》 第96节 看到这里云叶立刻就想滚过去 银洋货好办,这草原上很多 您老人家就是拿它当饭吃也没关系 来的时候呢,孙思苗找人挖了好多 可以满足需要,撞羊马,哪个男人不需要呢 紫高皮,这云叶手里也只有七八张啊 那东西太少,草原上不产紫高皮 只有一些从西域来的商队里有,价格不菲 就这几张还是云叶咬着牙买下来的 准备呀,回去给这个奶奶星月他们做几顶帽子 至于牛皇,这老河杀了几千头牛 才找出来不到十斤的牛皇 你们要挤车 云侯何须忧虑啊 太上皇从不向臣下开口要东西 这次太上皇发了话 这不光是说给云侯一个人听的 是说给啊,我们朔方五万将士们听的 能替太上皇分忧,是我等臣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不要说只是挤车俗,就是街里的人头 我辈也当倾尽全力 紫高皮,有皇,老夫就不信 雄搜朔方千里之地,会找不起这些礼物 柴少是大好人啊 能自动的把黑锅扛起来的,那都是好人 知道他想在老丈人面前啊,表现一下 有些吃云叶的醋了 老丈人要东西,不找他这个女婿 而是找云叶这个不相干的外人 这让他觉得自己啊,被边缘化了 这薛家兄弟呢,更是摩拳擦掌的要表现 薛万车已经开始往外走了 边走边对柴少说 大少爷,且行安坐 末将这就将周边的百十个部落走一遭 区区挤车礼物,还不在话下 皇帝的马屁,云叶不想拍 但是你不能阻挡别人拍吧 尤其是这种可以为自家解难的马屁,云叶觉得多多益善啊 薛将军,您这一趟顺便也弄些牛羊回来吧 咱们的肉干储备还是有些不足啊 云叶追出去,对薛万车喊 礼物有了着了,这心里呢,自然就愉快了 这一次的军报是李渊的命令 两年来第一次走出了皇宫 长孙明白,李二明白,李渊也明白 这是他们试着和解呢 试着相互信任 只是这方式啊,有些粗暴啊 当然了,这是对云叶而言 皇宫里的几位 这大概不会考虑一个小小的侯爵的难处 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机会 而云叶呢,是唯一可以提供这一平台的人选 大人物 这大人物的麻烦解决起来 那才要命呢 玄武门之变 把李家的亲情泯灭的是一干二净啊 至于唐王朝从李二开始直至灭亡 他们的皇位传承都是充满血腥的 这前面有车 后边就会有车 所以李治接着杀 五妹娘再接着杀 然后到了李隆基 这没有多少兄弟可以杀了 就建造了十六个王宅 把他的兄弟当猪给养起来 李二杀兄杀弟杀子杀女 他的心恐怕呀 早就全是窟窿了吧 一个正常人遇到这些事 不变成疯子 或是变成变态 那才怪呢 李二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成了天可寒 不能不钦佩 他的坚强啊 或者他就是一个天生冷血的人 老庄他们不许云叶单独出去 尤其是在朔方城这座烽火边城 最远呢 只能来到城墙上远远的看看大草原 雪厚的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 反射着刺眼的白光 有几根枯草 艰难的露出头 玄机呢 被几只喜鹊咸了去 装点他们的新居 野兔在雪地上 蹚出一条条雪沟 大概是饿极了 连头顶的老鹰都不顾了 只是努力的 寻找着可以吃的草籽 关中不再有补给运来了 一尺后的大雪阻断了所有的交通 唯有战马才能在雪地上艰难的行报 薛万彻这次的巡视看来不容易啊 不过他有一颗像皇帝献媚的滚烫雄心 一定会战胜眼前这些小小的麻烦 军营里现在乱糟糟的 军士们把能穿在身上的东西呢 都穿上了 每个人看起来都像一头来自洪荒的野兽 有些笨拙 更多的呢 却是凶悍 柴绍带领的是李家的启家军队 其中呢 就有五百悬甲 以前只在历史课本上见过 现在见到真荣 让云业对这个冷兵器时代最完美的杀戮机器呢 有了详实的认知 全身铁甲啊 也叫十三凯 胸前呢 有两片明晃晃的护心镜 遮住要害 不光是人匹重甲 就连马也是全身甲胄 云业上前拎了一下 很重 连人带马的铁护具 至少有八十斤呢 看悬甲骑兵身材呢 并不高大 身负重凯 却天下无敌 也不知这是何道理啊 作为这军营里的闲人 处处受欢迎 所到之处 无不笑脸相迎 让辛苦干活的孙道长啊 极为不满 啊 这位呢 送一把精致的弯道 那位呀 给一条 镶着大块金银的腰带 还有几个五大三粗的士兵啊 给侯爷送来了一个精美的木盒 这一看呢 就是檀香木做的 放在手里 沉沉的压手 推辞不掉呢 只好收下 又吩咐赏赏赐了这些士兵 一些酒食 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啊 云叶总觉得 那个给自己盒子的士兵 有些古怪 回到住处呢 从礼物堆里翻出了木盒 打开一看呢 大吃一惊 这木盒里居然是一把鲁班索 还是十二柱的 云叶对这东西很熟悉 在工厂里啊 没少用工家的材料啊 做这些小东西 自己呢 就用机床加工过一组啊 经典的六柱鲁班索 里面的奇奥无穷啊 不想在这里见到了 让他有一种恍然隔世之感 吩咐老庄去找那几位军士 那几个人呢 却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种诡异的情形 云叶还是第一次遇到 长安呢 没有鲁班索 早在制作麻将的时候啊 云叶就考察过大唐的玩具市场 没这东西 是谁送过来的呢 按下第一个锁住 移开第二根 云叶顺手解开鲁班索 发现在鲁班索中心的空隙里 夹着一张纸 打开看 上面只写着三个字 白玉京 白玉京是云叶从李白的诗里 写取的一个名词 啊 据说是月亮的别称 他很喜欢这首诗里的空灵气质 特意的记住了他 在朝堂上为了平息胸中怒火 随口编造出来的一个神仙帝 知道的人呢 只有朝堂上的那些人 谁料想 这荒僻的硕方 居然也有人知道白玉京的事 大唐的朝会 怎么跟筛子似的 这处处都是窟窿啊 复匪了几句朝廷这高官的大嘴巴 云叶一时间产生了一种要捉弄人的心思 吩咐老庄找来一位木匠 他打算做一套15柱的鲁班索 然后再看看对方的反应 再考虑要不要拿出24柱的 让那些土鳖们看开眼 他很期待这个故事的结果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能做出完整的鲁班索 在这个时代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人才了 更何况混入军营啊 把这东西交到云叶手上 这需要一个周密的计划 要知道云叶不出军营啊 他可不愿意被突厥人的探子悄无声息的把脑袋割掉当酒杯 小命啊 他一向是看得很重 听侯爷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再讲一遍后 老庄全身都被汗湿透了 他不敢想象侯爷出事后的情景 回想到贼人离侯爷只有一步之遥 他就后悔的狠狠在自己的脑袋上 垂个不停 制止了老庄的自残之举 好言安慰他几句 都是家里来的老人了 不必为这么大的一点小事啊 自责 云叶相信 如果真的发生了危险 老庄一定会挡在他面前 这就够了 自己是后世的一个小人物 现在混到了有人替自己去死的地步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后世的那些戴墨镜的宝贝 有几个会替自己的雇主去死啊 欺负弱小倒是一把好手 侯爷 咱们把这事上报给大帅吧 这是他的地盘 小子就不信 把那几个贼人找不出来 老庄啊 你没弄明白一件事 这些人似乎对我没有恶意 如果有呢 你现在看到的那就是我的尸体了 如果贸然上报 必然会结仇 没有必要和不熟悉的家伙结仇 这不合算呢 他们送来的东西很奇特 根本就不是一般的小贼可以做到的 这里边呢 有很深的智慧 似乎要考教我的见识 那就来比试比试吧 鲁班索呀 是一个很奇特的玩具 早在春秋就出现了 可惜已经不可考据了 有很多人相信 现代的建筑模型 就是从鲁班索里得来的灵感 总之呢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 没想到 他们居然研究出十二柱的所来 让人惊讶 要知道 他们没有电脑做模型演算 只能靠自己的大脑 来搭建一个三维模型 一步步的推演 步骤极其繁琐 这需要很精密的 很精准的思维 木条很快就做好了 在木匠打磨完毕后啊 云叶开始搭建十五柱的鲁班索 老庄瞪大了眼睛 看着云叶一条一条的搭建 弄不明白 这几根木条有什么学问在里边 云叶长叙了一口气 花了一柱香的功夫 才搭建完成 手法呢 有些生疏 随手递给老庄 老庄习惯性的用手掰一下 发现松散的木条搭建起来之后 十分的结实 宛如一个整体 我也在所里放了一张纸条 你把它挂在咱们院子的门口 就回来 不要再理会 明早再看 如果是有人驱走了 他们会继续和我联系的 哼 我想看看他们到底还有哪些手段 哼哼哼 说方程 终于让我感觉到有趣了 老庄打开大门 把鲁班索呢 挂在大门上 还左右看看 没发现有人 就吹熄了挂在门口的灯笼 关上门 回去了 他们似乎忘记了 还有这回事 一回到屋子呢 云烟就和家里带来的护卫啊 一起围坐在一个铁炉子周围 满意的吃着大锅里的牛杂 云烟呢 还不时从旁边啊 哎 种着豌豆苗的木盆里啊 割一把豆苗放进锅里 算着吃 台少现在叫总管了 刚刚任命的金河道行军大总管 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全军戒备 所以这酒啊 是喝不成了 乘楚沫呢 也来不了了 云烟居住的抚兵营还好些 这可以随便的走动 乘楚沫待的中军大营 现在恐怕呀 连鸟都飞不进去呢 云烟是来镀金的 他知道凡是参加了这场战役的人呢 都会得到巨大的好处 这升官的升官 掌爵位的掌爵位 发财的发财 前两项呢 和云烟没什么关系 这李二啊 这话呢 他说的很明白了 二十年之内呢 是不会考虑这云烟生公爵的这回事 这话呢 还是长孙传达的 让云烟在皇宫里啊 伤心了半天 害得李成贤一个劲的安慰 还说呢 要云烟等等 等他继承了皇位 第一件事啊 就是把云烟的爵位提成公爵 并且是 发誓 赌咒了 云烟一出公门就笑得直不起腰了 现在这个侯爵就很好啊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其实呢 最适合云烟了 朝堂上也安静了 不再有言官说朝廷待云家过后等等的屁话 李二那句话垫底就已经足够了 他说不会轻易给云家掌爵位 相对的呢 也就不会轻易的给云家降爵位 在满朝的功勋贵族里 人人都在为将要到来的爵位划分 分走操劳 唯有云家安稳如泰山 至于成前的发誓诅咒 你还是把它当做某种难闻的气味 不要理会吧 这世人呢 就有肠蠕动的功能 某些时候需要释放一下肚子的压力 释放过后 全身轻松 云烟不怀疑李成前在说这话的时候的真诚 这一刻呢 他就是这么想的 可惜的是 这皇帝不能活在真诚这种无聊的氛围里 他需要权衡 有时候做出来的决定会和他最早的初衷 南辕北辙 话说这都是利益闹的 美美的睡了一觉 老庄打开院门 门上挂的鲁班索不见了 报告给了侯爷 却发现这家侯爷笑得 像只刚偷了一只肥鸡的小狐狸 硕方城也有农夫 虽然是数量不多 也耕作着城外的数万亩田地 这里呢 只能耕种一计粮食 产量也不高 但是 由于这地多人少的关系啊 每个农户家里也算得上殷食 刘老汉家里啊 来了很多人 家里的小孙子今天过周岁 乡亲们呢 纷纷前来祝贺 你一篮子鸡蛋 我两斤米酒 我家呀 出两只蹄包 他家呢 拿了一只羊腿 农家嘛 就是这样一辈辈的 互相的方衬着过来的 十六岁的孙媳妇笑得甜美 抱着孩子 让周围的邻居们参观 这可是女人家露脸的机会啊 七斤多的胖小子 谁不伸出个拇指夸赞一声啊 他不停的往屋子里边瞅 孩子的爷爷 父亲 伯伯 叔叔 还有一些年纪很大的长辈们呢 躲在里边已经很久了 哪怕是给孩子取名字 也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呢 这中间的脸呢 都不露 由不得人胡思乱想 难道说 他们不喜欢这个孩子 小媳妇这眼圈有些红了 十分的委屈 他不知道啊 就在这个屋子里 是几个人围着一个木头嘎的啊 在研究 轮流从手上传过一遍以后 年纪最大的老农咳嗽一声 让乱糟糟的场面安静下来 这就是大唐那位年少的侯爷 给我们出的题啊 老夫数了数 共计有十五住 老夫无能 从昨晚解到现在 也没有头绪 就看你们的了 老夫相信呢 我们想要知道的答案 就在这把锁里 解不开锁 只是枉然呐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